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研究 长期以来 翟教授一直怀着强烈的民族心和使命感 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研究 在融会国际各种极具代表性的哲学主流 营销理论后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针对管理科学 决策科学 人才培养 市场营销 企业团队等方面 提出一整套独到的解决方案 并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前有道 后有法 中间有天地 翟洪生教授所研发的著名TAT 思考力 行动力 表达力课程 已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美国国家大学等知名院校的MBA EMBA DBA卓越领导力项目等研修班中备受欢迎 翟洪生教授 与北京中职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VCD产品 著名国学应用大师 北大奖国学之大智慧 著名国学应用大师 清华奖国学之国学应用智慧 以及CD产品 著名国学应用大师 北大奖国学之大智慧 连续两年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 机场精管培训类 视频产品销量中排名第一 每年翟教授都应邀在全国各地做数千场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与演讲 深受企业家的追捧 使近百万人在震惊和觉悟中获得心智上的成长和突破 一个老外写了这样一个符号 问我们的一个学员 他说你给我讲讲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没想到我们这个学员直晃头 他说我说不明白 这个老外他说你没有读过《易经》吗 他说我没读过 他说那《易经》没有读过你怎么学哲学呢 他说《易经》没有读过你应该读过《道德经》吧 老子你应该读过吧 来把右手举起来 食指伸出来 来借我用一下 写这个《道》字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当你写完前三笔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符号就出来了 到这儿的前三笔就这个符号 他说你没有读过《易经》应该读过《老子》吧 他说《老子》我没有读过 那个老外说 那《老子》没读过 孙子你读没读过 孙子兵法你应该读过吧 他说孙子也没读过 那老外说 那你诗书都看什么了 他说我都没看 那《五经》你都读什么了 他说都没读 那你《诸子百家》的著作你都看什么了 他说我都没看 那老外说 那你是中国人吗 他说是 他说那唐诗你会不会 他说那会 床前明月光 那么人家笑掉大牙 就有的人本子拿了一大堆 没念过什么圣经书 有的人外语过了八级 我一问他《沙士比亚》的什么书 我一问他几乎全都没读过 我说那你过八级有什么用呢 像鹦鹉似的就会 我说农村老太太汉语过八级的有不少 那有用吗 就能给人管理了 所以说得看几本正经书 一个中国人一定把这个符号看懂 这里来了好多 有几个清华的学生 我看也过来听课 这个清华大学的校训 就来源于这两个符号 上面那个符号叫阴瑶 底下那个符号叫阳瑶 另外如果阴瑶阳瑶的副卦组在一起 上面三个阴瑶为坤 底下三个阳瑶为钱 所以说我们清华的校训 天行鉴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四坤君子以后德载物 自强不息后德载物 就来源于《易经》里的钱两卦 另外坤卦跟钱卦放在一起 如果是副卦的话 就变成了太卦 所以说一个德国人叫莱布尼茨 他看完了这两个符号 读完了《道德经》 研究完了《易经》之后 他把他原来的手稿扔到字楼里 然后把二进制就给注册了 在给公爵的纪念品上 他用拉丁文写着这样一句话 他说从虚无创造万有 用一足够了 最后各位知道 二进制用在了电脑上 电脑现在又变成了互联网 全世界一网打尽 那么网络的概念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呢 还是老子 叫天网恢恢 所以说网络的概念最早是老子提出来的 而且叫不出户就知天下 不溃涌可以见天道 二进制也是老子发明的 所以说德国的数学家林老的时候 他承认 他说二进制不是我发明 中国的《易经》 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早就有了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为灵 一为一 最后他说 灵无极为自然 一为上帝 你听听 人家把《道德经》理解到这么深厚 在《道德经》里面读过的人都知道 叫道充耳用之祸不营 冤兮是万物之中 战兮是祸存 五不知谁之子 向帝之先 所以这些文化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骄傲一下 但是每当我谈到这的时候 总有个别人在那个时候还不服气 好像你说《道德经》 这玩意就能发明二进制 那一脸的奴才相就出来了 读过《老子道德经》里面早就有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所以鬼姑子讲话也是一阴一阳的 他说毛之以阴固曰神 成之以阳固曰明 如果你素的念的话 毛成 毛成一件大事 必合合于阴阳固曰神明 其实人生这都是智慧 阴毛不可外泄 但是阳毛不可内藏 但是有的人正好是相反 不该让人知道的事 老让别人知道 然后企业的品牌广告也不会做 阴毛不可外泄 阳毛不可内藏 所以说你看 新华大学的校训 就来源易经理的前挂和坑挂 自强不息 厚得载物 记得我有一次讲到这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在课间分享的时候 有一个老总说 他说自强不息我做到了 但是厚得载物 他说我需要加强 他说看完了这两句校训 读完了易经 读完了老子 我才知道一件事 我就知道 他说为什么有的人 钱挣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出事 为什么有的人 职位官当到一定的时候 就出事 就是他的德性 承载不了这样的财富 地位和荣誉 所以说在《道德经》里面 老子严肃地讲 叫重积德 孔子也说 他说德之不休 武之忧也 君子忧道不忧贫 德之不休 武之忧也 厚德才能载物 所以你要读过论语 那里面有几段事很有意思 有一次 孔子给魏林公去讲课 在这魏林公这个家伙 弄一个美女坐在旁边了 然后逍遥过世 把孔子放到第二辆车上 好像这个车的档次也不一样 第一辆车可能保马奔驰之类的 第二辆车弄一个桑塔纳的什么 杰达的放在后面 孔子就跟旁边的人调侃去讲 武未见厚德如厚色则意 意思这个家伙重色轻友 重色轻师 他那个色指的是男女之色 我这一说好多老总就乐了 因为我跟你们处得也挺密切 有几些老总 因为我发现你们全都好色 但是好色也没有错呢 没错 谁不好色呢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厉害 叫你能不能做到 浩德如厚色 所以说有一个老总贴完这个课之后 他回去写一个标语贴墙上 浩德如厚色 我说那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他说那我就是上夜总会两小时 回家读道德经读三小时 我说我这一听 我说这也算浩德如厚色 但是还不够究竟 来大声跟我说浩德 浩德如厚色 来比方也跟你旁边的同学互动一下 你说我知道你厚色 但是要做到浩德如厚色 一百七 这句话说得很经典 如果你读过论语还有一次 就是孔子在河边那次 这个可能大家都有印象 叫子在川上约 四者如师父不舍昼夜 子约五位见浩德如厚色者也 那个时候他这个色指的 就不仅仅是男女之色了 他包括一切物质 就心经里面讲的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那个包括一切物质 当然包括功名利禄了 所以说我看到这的时候 小时候我就会背论语 但是有的时候 大了之后再一看 我就很震撼 孔子在那个年代 就提出了一个命题 不但要创造物质财富 还要创造精神财富 不但要追求物质文明 还要追求精神文明 而且要好德如好色 这个话说得太经典了 《道德经》里面讲的叫重积德 所以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得很有意思 说有一个人赶路 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 没有喝水了 大家知道可能两天不吃饭行 两天不喝水 人的生命一定受到威胁 他正在饥渴难耐的时候 爬到一个山盘上 突然看到远处有吹烟 所以说他就疯狂地跑到那个地方 用最后的力气跑到那个地方 用砸的方式把门敲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妇女 她说我已经生命受到威胁 跟你淘完水喝行不行 这个女同志就拿了瓢 瓢知道是什么吗 然后一瓢水端给他的时候 看看他 顺便就在旁边喂驴的那个瓦气里 抓了一把喂驴的草 扔到了瓢里面 他拿过来刚想喝 一看一把草喂驴的草 他就很生气 但是还是一边吹那个草 一边慢慢地把水喝下去了 喝完了之后 他还是充满着感激 他说谢谢你救我一命 但是本人懂风水 我可以帮你指点个地方 你在这盖房子 一定家丁兴旺 事业发达 于是他就开始帮这个女同志找风水 大家知道找一块好的风水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 找着找着 他就起坏心了 他说我都渴到那种程度 跟你要碗水喝 你还扔了一把喂驴的草 我这会儿也不给你好好找地方 用他的观点就找了一块不是太好的地方 一个地方 就指给了他 他说你在这盖房子嘛 讲来一定过得很好 十几年过去 当他再次路过这个地方果然发现一个大的宅院 张灯皆产 一看就家丁兴旺 一看就事业发达 他就进去了 没想到正好恰巧跟这个妇女同志 一下两个人就走了个对面 两个人都认出来了 这个女同志千人万谢把他请到屋里 然后盛情款待 感谢 当时你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地方 但是几杯酒下肚之后 这个人他就说真话 他说说实话 我给你找到一个地方不是这么好 但是我纳闷的是你为什么过得这么好 这个女同志说你为什么那么坏 我救你一病 你为什么那么坏 他说那你为什么那么坏 我渴成那样了 跟你要碗水喝 你还往里扔一把喂驴的草 他说我是看你跑得气喘吁吁 脸都发紫了 你说你两天没吃东西没喝水 我扔了一把草的意思 是让你慢慢的把里面的废气吐出来 一边吹气一边慢慢的喝水 然后这样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我怕你把肺子喝炸了 我是好心 讲到这的时候这个人流泪了 所以说他写了一句话 后来流传了很久 叫一德二命三风水 四级英功五读书 一起跟我讲一句话 德高鬼神经 所以说孔子里面一再就讲 德之不修 武之忧也 君子忧道不忧贫 道德经里面讲叫众积德 追求功名利禄没错 但是我提醒各位的是 求功要求百事功 求利要求千秋利 求名要求万代名 这是我们文化的精髓 而不是急功近利 为了一点利益 就可以毁坏一个河流 为了一点利益 就可以透支祖宗的资源 透支下一代人的资源 所以说叫自天子 以自素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我再说一遍 格物之志 诚意正心 这叫内圣 修身是本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叫外王 所以说请你认真地 跟我说一句话 一个领导人 不好好修身 修养不够 不仅缺心 而且缺德 缺老德 缺八辈子的 给你个项目 你会祸国殃民 给你个团队 你会把团队带到万劫不复 所以说请各位一定注意 修之以身 其得乃真 我讲到这儿 你回去再读论语 你能听懂那句话 无为耳智者 其顺也渝 夫何为哉 公己正南面而已 其实这样的话 我从小就会背 但是越大了 你越琢磨这个话 太厉害了 另外你要听懂 现在好多的学者 给解释成 公己正南面而已 就是皇帝 做的没事了 对着南面 恭恭敬敬敬的做的 皇帝啥吗 公己正南面 就是修身 修之以身 其得乃真 无为耳智者 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干 道国三林寺 请你好好看看这张图 叫三教合一图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 佛教比喻成莲花的话 那么儒家文化 恰恰就是枝叶 道家文化就是藕 就是根基 就是果实 如门似乎道相通 三教重来一组风 红莲白藕 清河叶 三教本来是一家 学东西不要有局限性 俗途同归 这个一定搞明白 另外 这个符号看懂 这个懂得虚极尽度 才能知道什么叫 自省自悟自觉 从来没有聚经过 你就不知道怎样会神 从来没有虚极过 你也听不懂 庄子讲的虚实生白 我到浙江去讲课 他们领我到胡跑寺 这是红衣法师 最早在这断过石 也最早在这归过衣 有一些企业家 给红衣法师 捐了个纪念馆 这个人是近代 这个修行非常高的一个人 所以说现在 你看他走了那么多年了 这个人死而不亡 现在他才开始发力了 那么红衣在临走的时候 绝笔写了四个字 叫悲心交集 红衣的字写得很有意思 他是给美术学院讲书画的 这个人风流倜傥 这个人才华横溢 这个人经济条件非常好 但是他绝笔的时候 写了这四个字 悲心交集 红衣的字很有意思 越往后写 你会发现把法度技巧 全部扔掉了 越往后写 写得越回归于婴儿 像孩子写的一样 但是前不久 红衣法师的一个 斗方的字 一个小斗方的字 我一个学生 把保险柜里的钱全翻出来了 拿着兜子去了 拿了七十多万 他现在这回能排回来这个字 没想到一个香港老板 第一次举牌一百万 最后一百三十万 一个小斗方 拿着 悲心交集 他欣慰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解脱了 他悲悯的是什么呢 世人都被功名利禄所迷惑 最后都不追求解脱 《道德经》开篇 就是一个让你体验的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教 此两者同出尔移民 同位之悬 悬之又悬 众庙之门 所以说这些文化 你不体验读是读不懂 自虚极守敬读 万物并作无以观伏 你从来没有虚极敬读过 怎么能读得懂老子 你没有心灾作妄过 你怎么能看得懂庄子呢 儒家的圣读你不了解 你怎么能读懂论语 怎么能读懂大学中庸孟子呢 所以说《易经》你都没有看过 连《易传》你都没有读过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孔子呢 你看看《易传》那里面孔子每一句话都是天人合一的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之天命 《易经》是孔子五十岁之后才给《易经》做的诸解 福西画了八卦 周恩王演绎了八卦 孔子给八卦插上了翅膀 叫《十亿》 所以说请各位啊 你看这样的文化 请各位好好了解一下啊 一个境界低的人 怎么会讲出来高明的话呢 怎么能讲出来高层次的话呢 一个格局小的人 怎么能会讲出来大气的话呢 一个生命取向很低的人 怎么能会讲出来高远的话呢 所以说好好修身啊 另外老子的这些文化都很有意思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户 所以有一个美国人 很年轻的一个美国人 看完了这句话之后 他就算这个公式 假设阳阳等于A的话 阴阳等于B的话 A加B的立方 在座的都是硕士了 那我就不用考你们了 但是我考过啊 保证一半人不会 这个公式就是这样的 A的立方加上3A的平方 B加上3AB的平方 加上3B的立方 打开是这样的 如果把阴谣阳谣带回去 正好就是易经的八卦 如果六次方的话 正好就是六十四卦 所以说这个美国人 看完了这个公式之后 他就设计了一套营销体系 然后导入了一些文化 然后找了一些生活用品 就开始在美国实验 最后向全世界推广 最后发现在中国干得最好 所以说在座的各位有搞营销的 搞营销的人 你不知道什么叫平台 不知道什么叫通路 不知道什么叫管道 不知道什么叫渠道 不懂得什么叫倍增 你还不入流 读杂书万卷 不如读经典一帐啊 这朱喜做了一辈子学问 最后说了一句话 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鲁迅写了一辈子文章 最后说一句话 他说不读道德经 不懂人生真谛 那各位都知道 有个非常好的现象 从07年开始 已经全球汉血热了 最近这几年更是这样 这句话 现在大家已经提出日程 开始重视了 在1988年 那些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聚首法国巴黎的时候 八万奖之后 最后他们回去晚上商量了一下 派了个代表 第二天做了个宣言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到了21世纪 人要想好好生存下去的话 必须回归到2500年前 跟中国的孔子这样的圣人 寻找生存智慧 所以说当时的预言 已经彻底破产 随着科技的发展 积极代替手工 人会有大量的时间 修心养性 修心开智 寻找心灵的家园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今天是科技发展了 钱挣得多了 物质条件改变了 但是各位幸福吗 快乐指数好吗 今天的人们的心灵 空前的烦躁 而且更重要一点 我们今天人生活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说昨天第一堂课 是赵宗祥老师给各位讲的环保 叫他那一说挺吓人 用不了多长时间 人没法活了 水也没有喝了 石油也没有了 车也没法开了 而且他听一个科学院的院士一讲 更晚了 没救了 他说 今天的人已经具备了消灭自己足够的能力和科技 所以说道德经里面讲的 有一天谁有甲兵无所成之 谁有周瑜无所成之 再没有我们天人合一的文化 拥抱先进的科学技术 人类很快就结束了 这就是那些科学家在1988年 他们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 今天应验了 另外牛顿当了一辈子科学家 最后改信神学 他发现自己无家可归 我指的是心灵的家园 很多人移民 你移出去有什么用呢 你把肉体移出去了 你的心灵你移到哪里去呢 中国已经毫不费力的 成了世界的又一个经济文化的引擎 这已经是铁的事实了 但是反而现在外国的这些人 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 你看新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统 中国通 德国的总统到今天不拿手机 无为而知 但是今天有的董事长 我们的董事长带三个手机 还说自己是董事长 所以说一个德国搞工业的人 他说你们中国很难建立高速公路 很难去发展汽车工业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中国没有高速公路 你怎么去发展汽车工业 我说你别瞎扯淡了 我们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他说你别瞎扯淡了 我们仔细的观察过研究过你们的高速公路 你们的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 120迈在我们德国车的里程表上 连中速都不到 你们哪有高速公路 全是低速公路 他说另外一个 你们中国很难发展汽车工业 最大的原因就是电子眼太多了 他说在你们中国开车实在太压抑 到处都是电子眼 所以说因为有了电子眼就出现了电子猫 电子狗 明痴难治 以其治多 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从古到今的 你翻开那些经典文化 那些文化在一再强调一件事 要把电子眼监控器装到哪里 装到人的心里 儒家叫自省 道家叫自知 佛叫观自在 把电子眼装到你的心灵上 懂得自请自觉自查 那才是究竟的管理 你看看德国总统到今天没有手机 我们北京搞了两天 单双号终于有了蓝天 然后现在开始推广无车日 这些话人家早就预料到了 有一天 谁有周瑜无所成之 谁有假兵无所成之 中国文化拥抱全世界的时候一定到了 香港两万多个公务员和学生齐声诵读道德经 汉语热席卷全球 所以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你们认同吗 孔子学院开业的时候 在伦敦开业的时候 贾庆林亲自去给接牌 汉语已经成了美国第二位 所以说这些符号请各位一定了解 这叫阴 这叫什么 阳 一阴一阳之为道 另外你们要读道德经 其实人在虚极净土的时候 大脑就呈现阴阳状态 是虚极守净土 在虚极净土的时候 有些科学家做过实验 大脑就呈现阴阳状态 尤其是中国人最明显 讲到这 这也就是为什么达摩的老师告诉达摩 哪儿也不要去了 赶快到中土去 到中国去 那里的人有大成气象 那里的人的基因 那里人几千年形成的大脑 和那里的文化有大成气象 最后实践也是这样的 佛教诞生于印度 最后苍生于华夏 然后扬名于四海 宗教对于信仰者而言 是不能用好与不好区分的 比方说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 源于印度 苍于华夏 扬于四海 遗憾的是 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了 我们不能因此而责为印度人民 放弃了好的信仰 而改信不好的信仰 如果你继续反观内照 就回归到无极 甚至会出现光明 所以说 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光明 没有见过光明的人 你拿什么照见 你怎么能读得懂心经呢 心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润皆空 度一切苦 可是我问了多少人 我说你一辈子 有没有花过七天的时间 做过自我沟通 你有没有花过七天的时间 认识过自己 他说我从来没有过 你有没有花过三天的时间 去了解自己活着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 他说我从来没有过 然后都给自己找借口 会说 什么盲啊 什么之类的字 所以你永远 你理解不了这句话 什么叫招文道 西此刻意 最后只能给自己找个借口 叫什么 盲 这个字写完了之后 你不吓一跳吗 什么叫盲啊 心亡为盲 盲得连认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盲得连修心开智的时间都没有了 盲得一辈子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啊 盲得连关照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啊 你懂得了阴阳这个符号 下面加上一个自己的字字 这个字念什么 手 所以说佛教讲 叫寸田齿载可至生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都是指人的大脑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最发达的是哪个地方 大脑 所以说我讲到这以后 你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有这么回事了 中国人最发达的是大脑 听得懂吗 下半身我们不发达 所以说以后再看体育比赛 凡是下半身的运动 我们得不了冠军 没整过人家 你一点别生气 我们发达的不是那个部位 但是只要动脑子这事不信 你试试我们派几个小孩去拿冠军 另外 如果这个手字再加上一个走字 这个道的甲骨文是一个形字 中间一个手字 最后简化成走字加一个手字 这个字念道 所以这个道字本身 还有思考力行动力和表达力 另外一个人觉悟的方法 要记住一个字叫观 以后讲道德经 我会跟各位好好再去报告 要懂阴阳 你才能听懂周恩王这句话 道通天地有外形 时遇阴阳无影中 到少林寺 如果你没看到这块石头 少林寺你就白去了 周恩王用这块石头找到了天地的中心 然后有了这块石头才有了中洲 有了中洲才有中原 有了中原才有中国 所以说达摩非常会选地上 这个人也是天人合意的 他从寒谷关进来 然后到了登峰 到了少林寺那个地方 一坐九年 最后得悟了 禅宗干到了全世界 少林寺叫禅宗主庭 大成圣地 所以说到少林寺 不仅仅是看泉 而是去参禅 去问禅 去学禅 另外这个字对吧 他搞懂叫玄 我到陕西去讲科 他们领我登楼灌台 在一个大的雕刻上刻着这个字 我发现行人都在那过去了 没有人在这驻足 这个字很厉害 大家知道唐朝之所以能够有贞观之志 是因为整个的唐朝的皇帝到底些人 把道德文化导入了大唐的 那时候才有贞观之志 连皇帝的名最后都改成道德经里的名 唐太宗唐玄宗 连佛教协会会长都叫玄奘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但是很少有人去了解这些事 我讲到这我很欣慰 我发现有些人眼睛还在发亮 如果我讲这个事的时候 你迷迷糊糊的眼睛还在那睁不开 你可以熟视熟视早点去世了 因为你活着没什么意义 就多长几天又能怎么样 吃饭是为了活着 活着是为了吃饭吗 挣钱是为了活着 活着就是为了挣钱吗 如果你用孟子的话说的更厉害 看完这个盲字 叫挨大莫过于什么 心思 所以各位看看贫穷这两个字 贫字上面是一个分分秒秒的分当时间讲 底下是一个贝字当钱讲 穷字上面是一个血字头当空间讲 这两个字写完了就在告诉你 其实一个贫穷的人不仅仅是指没有钱的人 也是指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人 所以说 其实我跟各位真的报告一下 生活本身就是什么 财富 可是一辈子多少人被钱累死了 你有生活吗 一起跟我说挣钱 大点声挣钱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花 大声说钱少 是自家的 钱多了 就是大家的 再多了 一定是国家的 再多了 就是人民的 所以叫人民币 就有的人一辈子没有整明白这么点事 一起说最傻的人 最傻的人 就是把钱存银行的人 就是把钱存银行的人 银行 就是把不爱花钱的人 就是把不爱花钱的人 钱拿来 给爱花钱的人去花 有一批老总成了一个三不眨眼俱乐部 他刚在那宣誓的时候 我听着还乐 但是我发现那个会长一讲我都受感动了 他们叫三不眨眼俱乐部 你们要不要来一次 我发现 我发现 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到 花钱三不眨眼 第一不眨眼 在父母身上花钱 连眼睛都不要眨 能做到的大声说一声YES 然后第二不眨眼 在铁哥们身上花钱 在铁哥们身上花钱 连眼睛都不要眨 连眼睛都不要眨 能做到的说一声YES 第三不眨眼 在学习成长上投资 在学习成长上投资 连眼睛都不要眨 最好的投资地方 最好的投资地方 是脖子以上 能做到吗 能 能什么 但是有的人一辈子挣的钱 全部投资脖子以下 但是后来会长上台代表发言的时候 我一听我受感动 他说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在座的好多人都是亿万富翁 都是 号称企业家 我们天天说党和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吗 你看看人家讲的这个境界 不要火烦了 我跟各位讲一下 生活本身就是什么 财富 有一个女老总买了个三层楼的别墅 我说你买这么大别墅 你得聘三个保姆吧 她说我一个也不顾 我说为什么 我不想我这屋里有外人 然后我们在那吃饭 她一会出去一趟 一会出去一趟 我说我们关系也不错 我说你嘚嘚嘚嘚 老出了什么玩意干什么玩意 她说我新买个宝马车 我停的位置不好 看看能不能让人给刮走 后来我跟她说 我说你活烦了 你买别墅也好 买车也好 是享受他们 是去享受住在那里的感觉 和坐在那里的感觉 但是今天你已经成了他的奴才了 好多人都活烦了 被钱累死了 成名功名利禄的傀儡 所以说知识而不代 知诸者父王 你们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要不要有好的老师 要 要不要有好的导师 要 要不要有师父 要 皇帝都拜师 其实你一生怎么样跟你预造过什么人 跟什么人交往有关系 王浅来说 万丈红尘三杯酒 千秋大叶一壶茶 所以说有一个老总 他说我现在前世证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正在努力争取做到 谈笑有鸿儒 往来五百丁 要不然有的人是剩两个钱 你跟他一接触一看党次太低 一丑就是个暴发妇土财组 另外你一辈子接触什么人很重要 就包括自己 我本人也是这样 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在长春上了学 因为我们家是不对的 长春的人民公园原来是个开放型的公园 我早上经常到那里面踢踢球 踢踢箭子 跑跑步 但是我就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有个老者经常出现在那 这个人头发花白 但一看他的举止言行 那跟常人就不一样 我一看这肯定是个什么人高人 另外他打太极拳打得才漂亮呢 他看的书都是树的写的 但是我就想接近他 终于有一天机会就来了 那天下雨 所以说他走得非常急 把他打完拳挂在树杀上 那个手表就落在那 我就爬到树上把表拿下来 第二天早晨 他来的时候 我说老爷爷 你的手表还给你 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呢 就没想到他蹲下之后 就跟我聊天 还摸摸我的头 跟我聊了一会儿 他说你这个孩子 慧根很好 我想收你为徒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什么叫慧根 但是我已经他仰慕了很长时间 那就拜个师嘛 结果我从认识他之后 开始有非常大的改变 其实从小的时候 家里面有读经教育 如是道文化的经典 我那个时候只是慧背 遇到他之后 他才把这些东西给我贯穿起来 然后他不但去领导你去追求出世的真理 他还不断的跟你讲入世的方法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marketing 什么营销这些概念 他就告诉我赚钱的方法 他就告诉我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用来交换怎么回事 那就他就跟我讲这些方法 另外告诉你什么叫领导力 领导力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 怎样去获得追随者 另外我那个时候从小 我懂得营销会赚钱 经济基础好 上层建筑也不错 同学关系 朋友关系都很好 所以我一打架 那个女生拿着条子 都出来开办 再一个他把中国文化帮我梳理 对我人生的影响非常大 其实人一辈子很大的误区 见着好友不交 见着明师不败 你看毛泽东这样的人 他没事的都跟这些高僧 这些人去探讨 另外毛泽东 他一坐在越路书院闭关三个月 你们到越路书院上过课的人 应该知道 他那一闭关三个月 所以我讲到这 跟各位报告一个 自我沟通非常重要 你听好 一个境界低的人 讲不出来高远的话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 讲不出来有责任的话 一个格局小的人 讲不出来大气的话 但是很多人把注意力都放在技巧方法上 好好你做一做 你们真要上道德经的课 你们好好你们认真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能做得住吗 你们能吗 到那天通知你能做得住吗 然后会后会说一个字叫什么 忙 心亡为忙 你永远记住 不要一辈子忙的连修心的时间都没有 连认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连活着为什么的 反省的时间都没有 那就麻烦了 凡是能干大事的人 都是能够做得住的人 释迦牟尼一做几个月 达摩一做九年 毛泽东一闭关三个月 另外 这个毛泽东讲的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叫精通的目的全在于什么 应用 他是对中国文化不但了解 而且是一个会用的人 三大几率八乡主义 就是儒家里面的武藏 而且毛泽东有手稿 而且是根据论语里面的武藏 你看这个人 是对中国文化不但了解 而且一个会用的人 所以毛泽东对孔子是非常尊重的 三大几率八乡主义 这是企业识别系统最好的文化 只要唱着这个歌往村里面一走 人家就说我们自己的队伍了 文明党一进去就说瓜民党来了 实际上兵源都是一样的 最早的三大几率八乡主义 叫三大几率六乡主义 很简单 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打土豪归功 上门板 就是你用完人家的门板 抬往商员了 或者什么再给上上 捆稻草 晚上你铺开稻草 睡觉了 第二天给捆上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得赔 你看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提醒各位 这叫团队文化 不是你弄几个标语贴墙上 找个文化公司设计几个手册 那叫企业文化 我到企业 有个企业我去试过 企业的塞手册什么手册 这么厚一本 但是我问他的忠诚干部 连百分之五十的内容都记不住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交给别人呢 因为跟你的价值观 跟你领导的企业的价值观 有必然的联系 最好的团队文化是做人的文化 最后改成了三大几率八项主义 听着很简单 然后最后在媒体上开始不停的报道颁布 最后变成什么歌曲 所以说最后要快结束了 听你们再记起来一个好的领导人 要具有利他心 所以说这个人的书 你也可以看看 他叫道圣和夫 这个人一辈子缔造了两个世界五百强 他在成为京师公司的老总 京师公司已经进了五百强的时候 他每年还干一件事 就是出去脱钵 这个你们读过他的故事人都知道 他有一本书叫要规模还是要利润 就写京师公司的事写他的事 还有一本书叫活法 活法 副标题叫商道佛道 这个商道人道和佛道 他已经成了京师公司的五百强的老总的时候 他每年出去脱钵一次 他真脱钵 一头都剔了 穿着袈裟穿着草鞋出去 有一次他站在凌冽的寒风里 正在脱钵的时候 走过来一个老妇人 走到他面前 这个老妇人的施舍不像有的人施舍那样 有的人的施舍都是走到那个地方 拿两个墙往那一扔 或者扔什么往那一扔走了 根本不真诚 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 或者一种什么东西来施舍 但是那个老妇人走到她面前 非常真诚的跟她说 她说天这么冷 赶快拿这点钱去买点东西吧 然后那个老妇人从兜里抄出来 几个硬币 帮一下扔到她碗里了 那个老妇人的目光和她的真诚 再加上硬币的响声 要倒声喝风子 脑能的阿尔法 一下得到一个激发 所以说她脑子里头 一下就蹦出来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敬天爱人 她把这个当成企业文化 然后把利他精神当成企业精神 又缔造了一个世界五百强 所以说她有一本书叫火法 我建议你们好好看看 还有最近 现在好多人 有几个欧洲的企业家找我 要雷锋巷 我到荣宝斋 我派人给他淘了几个雷锋巷 没想到他们说太小 我说你要多大的 要他一笔 差不多有奖桌搞了 我说你要那么大的干什么 他说我要放到企业的神台上 我说雷锋巷 你为什么放到神台上 他说雷锋日记跟圣经讲的一样 他就给我背雷锋日记 他一背我都受感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你看说话这个话说的多有道好 我跟你讲 这个人他尽管他英年早逝 但是他做到了死而不亡 在雷锋身上体验了老子说的三宝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心 对别人慈悲 对自己简约 在自己身上不舍的花钱 但是往别人身上花钱 连眼睛都不长 然后先天下之右耳右 后天下之什么乐耳的 所以说毛泽东非常尊重这个人 提词向他学习 这个人叫什么名 我有一个学生在北京开了个高尔夫练球场 他请了个观光像问我对哪摆 我说你为什么请他 他说我敬不他两个字 一个是中一个是什么 其实人要想干大事 你把这两个事得记住 一起说人 一辈子 一辈子 总要忠诚一次 你才能干大事 才能成大事 庄子讲 为止能止重止 注意听 企业的起字 是一个人字加一个什么字 子字 所以有一门学生叫指学 我建议你好好看看啊 知指而不代 为止能止重止 啊 有的人的一生的信念 从来没有坚定过 另外一个字叫义啊 这个义字上面就是人民币的羊脚号 下面是个我字啊 但是这个字也在告诉你 想赚大钱很有意思 得仁义仗义 所以《易经》里面说 利者一之何也 这个我们也开过同学会 尤其是中学时候的同学会 每次开同学会的时候 我就观察这些同学 我就发现一个事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比如说一到买电影票的时候 总有一些人 我们都去抢的 往那个窗口里递钱去付钱 然后就抢的付钱 但是每次买电影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在那个地方锁不上自行车 在那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自行车 怎么那么难锁 这边一买完了 他帮一下也锁完了 一到吃饭快付钱的时候 他不是上厕所了 就上那儿溜着去了 那时候买个那叫冰棍 后来叫雪糕 就买冰棍的时候 我们一要买个冰棍 他就拿出来一个大票或者什么 破不开 但是我告诉你 若干年过去了 你会发现那些抢的付账的人 那些抢的买票的人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缺钱滑 那些老锁不上自行车的人 我告诉你到现在为止 我没发现一个人富有 这叫宇宙法则 立者一知何也 这都是文化 你要读过《易经》里面这样话 都应该往西里去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聚人约财 大学里的说得更明确 财聚则民善 财善则民聚 所以说老牛牛根生他把这句话整懂了 他说钱越花越多 股份越分企业越大 但是有的人还告诉我 他占公司98%的股份 你就差二了 就多个这样得了 财善人聚 人聚前来 所以这些文化以后有时间 我建议你好好 中国文化里面有商道 有人道 有天道 但是整个的层次是这样的 诗道而后有德 诗德而后有人 诗人而后有义 诗义而后有礼 夫礼者忠信之伯而乱之首也 所以孔子呼唤夫礼 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礼坏月崩 所以我们今天呼唤荣辱官 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到了道德的很底线的底线了 道德没有了就有人义理直信 人义理直信没有了 剩下的就是荣辱官八容八尺了 如果一个人连荣辱官都不知道了 那你就不是人了 所以说你也检查一下你的企业 你的团队在什么道德水准上 道德底线很重要 比如说一个老总用人 他说我这个财务我知道他会占点小便宜 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协款逃跑 你看他有底线 但是我就认识一个老总 在河南开了个公司 最后他协款可以逃跑 人的底线很重要 大到废才有人义 智慧出有大为 六亲不和有孝词 国家混乱有忠臣 所以说出忠臣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你都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了 就不用彰显诗今不昧了 一起说想赚钱 财不识 当领导 要法不识 想成佛 要有无畏不识 要舍 凡是那些能赚大钱的人 都是不怕花钱的人 李嘉诚捐款整个财产的三分之一 比尔盖茨 2006年6月15号就宣布 我没时间管赚钱的事了 后半生把全部精力用在干什么 慈善事业 而且拿出来500个亿的35% 捐给慈善基金会 霍英东一辈子捐款150个亿 学习菩萨的慈悲喜舍 所以说我提醒各位 我这句话跟我读一遍 奉献于社会 奉献于社会 奉献于人类 奉献于人类 这样的思维方式 是宇宙本来具备的意志 是宇宙本来具备的意志 所以你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毛泽东这些人都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说他没事了 老说这样的话 革命第一 工作第一 什么第一 他人第一 他老写这样的字